就完成学业而言 这是我必须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回到这里 完成我的学位是我想要做出的承诺 我没想到这花了13年的时间 但重要的是要坚持到底 手握四枚总冠军 借着和两座常规赛NEP的斯蒂芬库里 终于踏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典礼的殿堂 他成功入选了戴维森学院的体育名人堂 并正式退役他大学时期的30号球衣 13年的时间 库里不仅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还成为了戴维森学院校市上最具影响力的校友之一 面对母校为自己举办的毕业典礼 库里十分感动 也十分感慨 他在演讲中 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在戴维森学院的点点滴滴 库里表示 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一天 对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令人惊喜的时刻 从童年到高中 我拥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回忆 后来我做出了来到戴维森学院追求卓越教育的最好决定 这种自豪感就是今天的意义 我对今天每个人的到来都感激不尽 对你们的知识感激不尽 每次从77号公落 30号出口下车 看到熟悉的景象 我都会微笑 我很幸运今天能有这样的经历 库里在戴维森学院度过了美好的三年 那三年时间 他帮助戴维森学院在NCA赛场上大厦四方 虽然最终没能如愿赢下冠军 但他已经创下了全新的校队记录 由于提前进入NBA 库里还有一年的学分没有修满 为了补齐这一年的学分 库里花了13年的时间 他在之前的采访中就表示 他在养伤期间一直在努力地修学分 他希望早日拿到大学毕业证 对于34岁的库里而言 戴维森学院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付出 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祝福库里 他不再是那个小学生了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